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P3飞色的挑战 剧情挑战含拼图 星穹铁到折死小鸟 对对碰更新完结 活动攻略 黄金的挑战 飞色的挑战 赤红的挑战 赞蓝的挑战 最终的挑战 自由挑战 星穹铁 到2.3 好的,这边我们来接机对话 然后来第二个黑色的挑战 请往寻找 这边对完画家的方向地图下方 来进入这个 然后贴着屏幕右侧一直走 一直贴着屏幕右侧走 贴着右侧的墙一直走 就不需要管别的方向 这边如果你没做拼图的话 这边可能路线跟我不一样啊 还这个做完拼图跟没做拼图 是两个样子 这边有怪得打一下啊 这边打完怪之后 来解锁下这个拼图 这边拽一下 先把真鸟拽出来 然后来拼下塔这个拼图 那第一个我们放在第三排第三个 第二块放在第三排第二个 第三块来放在第四排第三个 第四块放在第四排第二个 第五块来放在第四排第一个 第六块来放在第三排第一个 第七块来放第四排第四个 最后这一个 第三排第四个 好的这边过来之后跟着任务追踪跟这边对话 这边借机启动 来开始挑战 这边我们还是一样 过完引导之后 然后退出来 好的这边过完引导之后我们这边退出 然后重新进一下 这边第三排最右边这个香蕉往下载 然后第五排 第五排第一个香蕉往右边拖 第五排第三个这个桃子往上面拖 然后来第一排第四个猕猴桃往下边拖 然后这两个啊 中间这两个挨着的这个黄色的芯 互相换一下 然后最底下这个第七排第三个 这个黄芯往右边拽 然后第七排第四个这个黄芯往右边拽 然后左下角这两个互换 然后最下方这个黄色的芯往左边换 好的右下角这个黄色的芯往右边换 这边搞定 三个字换 三个字换 一个字换 三个字换 就是